凶手是将绳子套在受害人的脖子上 所以被勒死的人脖子上的异痕 通常会是一整圈不间断连续的 就连绳子上的绳结也会有痕迹 相比于自杀者所留下的异痕 这时受害者脖子上的异痕 应该会更细致 更完整 也更浅 苏兄 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裴修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太投入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看来和苏大人一起办案 还是挺有风险的 你没事吧 无妨 这么久了 苏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呀 苏莎你别怕 苏莎你别怕 没事没事 你神太怕了 吓我一跳你 苏莎没事有我在 苏莎有我在 那就是几只萤火虫 有什么可害怕的 人那么高胆这么小 服了你啊 这孔献令 白天摇紧牙关 拒不承认 到了晚上就畏罪自杀 的确蹊跷 明天 我会再命无作 一起对孔献令的尸体 再做一次尸检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的 我相信你 陪兄 这个给你 你的捐金给我做什么 你还是遮一下脖子上的泪痕吧 我 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 我 大两发带钩分为六变 别被刀发 贼发 臼发 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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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发 基本上 让他这分为三个部位 第一个是什么 你这一嘀咕咕的 你在说什么呢 我 我说 我没听清 我 我 我 对不起 苏大哥 苏大哥 小兄 你可算出来了 你们 看我干吗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 停尸房太热了 不透气 陪兄 你这脖子上面 怎么围了一条铸巾啊 停尸房阴气太重 太冷了 郁寒用的 这一个说冷 一个说热 这里面到底是冷 还是热呀 等等我呀 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陪兄 走 帮我一块 好 按 我